昏招连连步不错 约是秦政约亡国 已故名史专家陈吴同历史文献 崇祯秦政的亡国军 本书原名崇祯往事 明帝国最后的图景 2016年出版 2023年再版改宪明 让你看懂崇祯皇帝 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请请点击订阅收听全集 第十章 第三节 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 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 永昌二年 洪光二年 1645年 五月 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害 洪光帝也被清兵俘获 清朝的两大对手已被彻底打垮 执掌清朝最高统治实权的摄政王多尔滚 自认为兵强马壮 天下无敌 即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凶残面目 进军途中 稍遇抵抗便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即扬州始日 之后又演出 加定三图 以及在无锡 宜兴 长鼠 湖州 绍兴等地进行一系列野蛮屠戮 就连一些投降的军民也往往被杀戮一空 清朝入关之后 陆续施行圈地 投冲和逃人法 三大恶政 攻占西安和南京之后 三大恶政愈演愈烈 使民族矛盾进一步 激化 清朝的圈地始行于顺治元年 1644年 12月 宣布圈战 进京各州县人民无主荒帝 即民国皇亲 驸马 公 侯 伯 太监 等死于扣乱者 的田地 实际上 不仅无主的荒帝 就连有主的熟地都被圈战 而且土地一被圈战 地上的房屋和财产也都一概被夺占 这些圈战的土地 统称为 其地 除皇帝设立的皇庄 其余分配给宗室 王公 官员和八旗兵丁 第二年十月 又进行第二次圈地 将范围扩大到河间 兰州 宗化等府县 顺治四年第三次圈地 再将范围进一步扩到顺天 宝定 一县 永平等四十二个州县 后来 随着八旗 兵被派到各地住房 圈地也扩大到山东济南 德州 林青州 江北徐州 山西太原 陆安 平阳 蒲州等地 直到康熙二十四年 一六八五年 蜻庭颁布 伺候不许圈 的预指 圈地方告结术 在实行圈地的地区 许多汉族农民丧失土地和产业 而占有土地的满洲贵族和霸气兵兵又不从事耕作 蜻于是又打出 为贫民衣食开生路 的广子 于顺治二年 1645年 四月下令 听民人投冲旗下为奴 让失去土地的汉民投入旗下充当奴仆 为之耕种土地 投冲起初还是自愿的 而且仅限于平民 后来许多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往往凭借权势 强迫附近的汉民带地 投冲发展到不论贫富相帅投冲的地步 投冲之后 这些汉民就沦为农奴 失去人身自由 而且子孙也得失代为奴 直到乾隆四年 1739年发 不禁止汉人带地投冲旗下为奴 的命令 这种强迫性的投冲方告停止 明朝末年 清兵在辽东河深入基辅 山东 山西等地的几次战役中 除掳掠大批财物 还俘获大量汉民 奔赏给八旗官兵充当奴仆 总数至少在百万以上 不少人因忍受不了 残酷的奴役和虐待 纷纷逃亡 入关之后 清军又在征战中俘获大批人口 加上圈地和投冲 被一围奴的汉民数两句 逃亡现象也愈演愈烈 清廷于是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 陶人法 顺治三年 1646年 规定 陶人编一百 归还本主 隐匿之人正法 家产集围 灵里各编一百 留洗边缘 此后 又设立兵不都 武衙们 专职击捕陶人和 盗贼 后来 陶人法履经修定 但都贯穿着 薄成逃奴 严承 窝主之原则 逃人的击捕 给汉族百姓 带来深重的灾难 一个逃奴的激活 往往牵连到一二十家 甚至五六十人 弄得他们倾家荡产 奸恶无赖 贪官污吏又往往 乘机陷害 无辜 借以屠材 害命 造成社会的动荡 不安 除了三大恶政 替罚令的施行 更是激起 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清兵在辽东地区 曾推行强迫 汉人替罚改制的命名 强迫当地汉人 按照满族的 风俗习惯 替罚一辅 山海关战后 多尔滚又下令 沿途各州县的官民 都需替罚流变 进入北京后 此举便遭到 汉族居民的 强烈反对 在朝的汉 族官员少有 遵命替罚的 不少官员 甚至冒着 性命危险 护发难逃 击辅百姓 则常揭竿抗拒 为了稳定人心 多尔滚 不得不再 甚至元年 1644年 5月20日 发布于止 自自以后 天下臣民 照旧书法 悉从其变 但到次年 五月大晟政权 和宏光政权 相继被摧毁后 他认为天下大定 便前使御御亲王多夺 命令各处 文武军民进行 批发 堂有不从 以军法从事 15日 又御礼部 自今布告之后 京城内外宪寻日 直立各省地方 自不闻道日 一宪寻日 禁令批发 尊医者 为本国之民 持医者 同医命之后 必至重罪 若规避西发 巧词争辩 绝不清代 地方官府的文告 甚至有 流头不流发 流发不流头 的规定 七月 清廷又下列 一关皆一尊 本朝之志 即改穿满足的服装 替发令一般不 立即引起广大 汉族人民的 强烈反抗 南直立的江阴 嘉定 昆山 吴松 厄与晚交界的 因祸山区 晚南和陕西 各地百姓纷纷举起抗清了一击 民族矛盾急剧激化 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就在江南地区抗清中起云涌之际 南方的汉族关身 地主又相继拥立唐王朱玉建和鲁王朱一海 分别于宏光元年1644年阵 六月 七月 在福建福州 浙江绍兴建立龙武政权 鲁监国政权 树起抗清的大旗 鲁监国朱一海自小在王宫长大 过患腐朽荒淫的生活 就任监国后 不顾狄临门庭 仍然耽于义乐 整日调弄声色 君臣兮兮 他重用皇清国戚 未能协调这种各支抗清队伍之间的关系 有忙于与龙武政权互争正统 不能有效地阻挡清军的攻势 鲁监国就位不到一年 绍兴即被清军攻占 自己则在不将张宁镇等人的护卫下 逃往海上 龙武政权是第一个举起抗清旗帜的南明政权 龙武帝朱玉建在崇祯九年1636年 清兵内饭时 苍以唐王身份亲率南阳唐王府的护卫军北上秦王 为 北明廷不许 班王善离 封地的规定 北明司宗费为庶人 囚禁于凤阳的宗室监狱 直到洪光帝在南京登基才被释放出狱 受命洗住广西平乐府 一年五月 洪光政权垮台 朱玉建行至杭州 遇到自经口中撤来的静鲁国郑洪奎和一批文官武将 请他入敏筹办监国 润六月初六日 南安婆郑之龙等护送他进入福州 次日 他正式就任监国 润六月二十七日 即皇帝位 从七月初一日起改元龙武 在南明朱地中 龙武帝是少有的一位 想有所作为并有一定政治眼光的人物 他以中兴明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并坚持抗清斗争 即位十天后 他下令诸杀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 并斥育群臣 震惊痛念祖灵 痛念百姓 狂以无我宗仰 害我子民 银掠剃头 如在水火 表达了坚决抗清的决心 龙武政权的建立 得到了梁广 赶南 湖南 四川 贵州 云南等地 南明官员 的承认 但是 朱玉剑 毕竟是宜远藩子孙 入计大统 而且 一年之前 还是个被囚的 唐树人 既缺乏自己的班底 也没有足够的名气 号召力极为有限 因此 不得不依靠 畅先拥厉的福建十全派人物 郑之龙 郑洪奎兄弟 郑之龙 原是海盗商人 即所谓 海寇 崇祯年间 接受明廷的招呼 后界为明廷征脚 海寇 之机 逐步清除自己的海上对手 垄断民 月一代的对外贸易 积累起大量财富 龙武政权建立后 龙武帝因其拥立之功 封郑之龙 为平鲁后 郑洪奎为静鲁后 并封其族七猛将 食余人为侯伯 内外大权 于是 尽归郑之龙 郑之龙之所以拥立龙武帝 不过是想借助龙武朝 挺的名义来巩固自己 在福建等地的独尊地位 根本没有为朝廷谋恢复 驻忠兴之志 他凭着自己手中的雄厚财力 骄横伐扶不仅不愿 统兵出民与清军作战 而且极力阻挠龙武帝的亲征 首席大学是黄道州 建郑之龙无精略智 尚书自请出征 郑之龙拒不拨给精兵 也不发给足够的良响 结果导致黄道州在灰州 五元的失败被捕 被借送南京 遭红城仇杀害 龙武二年 顺治三年 1646年 八月 清兵占领浙东后 向福建杀来 郑之龙决议将清 令齐部将撤回驻守仙侠岭的部队 使清兵得以从容过关 进入福建 龙武帝闻之仙侠岭失守 自严平 金福建南平 出奔 于八月二十八日在廷州 金福建常听 被清军俘杀 龙武政权至此覆灭 九月 清军占领福州 派人到南安平招降郑之龙 郑之龙不顾其子郑成功的反对 带着五百名士族到福州向清军投降 郑成功遂于十二岳帅陈辉 张晋等九十余人入海 并蒙于列宇 小金门 炫走南傲 招募三百人 一驻鼓浪雨训练 奉龙武征朔 组织起一支海上抗清武装 龙武政权处在福建展开抗清斗争 龙武帝任命的地方官员和藤交 赌印西海联合大申军余部 在湖广地区共同抗清 永昌元年 顺治元年 1644年 五月 李自成在湖广通山县九宫山牺牲后 他所率大申军主力之余 不 由田建秀等部将带领 南下湖广平江 刘阳地区 与龙武政权任命的湖广总督和藤交杂成 和盈 抗清的协议 但和藤交仍对农民军 怀有强烈的敌意和猜忌心理 他拉拢元大申军地位较低的好摇旗 王晋才 而排斥 歧视元大申军中地位较高的田建秀 元宗帝 张奈 刘体纯 吴鲁一等将领 最终迫使田建秀等人率部北上 至荆州地区与另一支大顺军余部会合 另一支大顺军余部来自陕北与宁 甘 清地区 他们在西安失守后 由李自成支支李锦 原名李过 七帝高一公率领 经汉中南下 到达湖广 荆州一带 与田建秀等部会合 这时龙武政权任命的胡广巡 辅赌印西建民族矛盾 已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 意识到唯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侵 再又实现中兴的希望 他亲自前往荆州与李景 高一公谈判 达成共同抗侵的协议 将其部队改变为 中真营 赌印西随即与中真营一起对荆州发动进攻 并请求和藤郊率部由岳州 京湖南岳阳 北上 惠使武昌 主厄清军力量比较薄弱 驻守南京的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魂 急忙率兵速江西上 于顺治三年 龙武二年 1646年正 越到达武昌 然后派出一支部队南下岳州阻击和藤郊的部队 迫其退回长沙 自己亲率主力直驱荆州 于二月初分兵两路直冲冲镇营营磊 李锦等猝不及防 大败西撤 退入川厄交界的三峡山区 后转至厄西北的奎东 龙武政权覆灭后 南方的明朝官身又在龙武二年顺治三年 1646年 十月和十一月 奔别在赵庆 广州拥立贵王朱游郎龙武帝之地 去封唐王朱玉岳为监国 魏征正统地位 朱玉娟抢先在十一月初五日称帝 建立少武政权 朱游郎文勋 也于十八日称帝 建立永利政权 此后 全国抗清斗争的中心 就由东南沿海转移到中南和西南一带 在广东并立 但两个南明政权 虽然都以抗清为旗帜 却彼此互争正统 又水火不容 互相攻杀 明将将李承栋趁机带领一支清军 从福建经江西沙向广州 十二月 清军占领广州 少武帝朱玉岳被俘自义 建立仅一个多月的少武政权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灭亡呢 清军占领广州后 随即西向禁逼赵庆 追击永利帝朱右郎 迫使他几次辗转迁徙 从赵敬逃至桂林 泉珠 再逃至湖广武冈 依附于军阀流成阴 明将将孔友德等率领的清军 于永利元年 顺治四年 1647年 春入乡近角南明珠部 一位永利帝受为大学士兼都师的和藤郊 对南明珠将截至无能 一窥千里八月清军进攻武冈 刘承印企图挟持永利帝将青 永利帝连夜仓皇出逃 由建岛走广西柳州和同郊 郝瑶吉等部退入广西 永利帝英大学士 兼兵部尚书徐士寺之请 重新回到桂林 永利二年二月 名将将孔友德 耿仲明尚可喜率部由胡广京广西泉州向桂林推进 永利帝不顾徐士寺的反对 于三月初十日带着几名大臣逃往南明 就在永利帝步步难撤 形势危急之时 一些将青的名将纷纷反清归名 使永利朝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 先是江西的金生环 王德人为清廷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后 因清廷坚持充满清汉 众辽东救人而侵入关心腹人员之策 仅被受为总兵 副总兵之职 受制于清廷派 来的江西巡抚张于天 心中感到愤愤不平 遂于永利二年 顺治五年 1648年 正月反正于南昌 攻占了九江 广东的李承栋率清军迭克福建 两广之地 自认为战功卓著 却只得到一个梁广提督的头衔 而和他一道游民入越的汉军总兵 同仰甲 尽管手下没有多少军队 也没有多大战功 却因出身于辽东世家 系辽东旧人 被受为梁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之职 处处对李承栋进行监视 李承栋因此十分不满 也在永利二年四月反正于广州 在此前的三月间 北方又发生了甘肃回民米腊印 丁国洞的反清起义 八月发生了刘泽青 李化金的反正抗清 与于援军的反清斗争 十月 山西的江乡又在大同起兵反正 第二年二月王永强等 也在陕北起兵反清 江西 广东两省的反正归名 或使深入乡 贵的孔友德等部清军 做出战略上的撤退 赌印西 王晋才 何藤娇 好摇起 纷纷率不出击 赌印西还亲至奎东 请回中贞营入乡作战 他们分头作战 相继收复了大片失地 抗清形势逐渐好转 永利帝也回到了赵庆 但是 永利政权并没有趁此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 进一步扩大战果 相反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时而前进 时而后退 何藤娇也于永利三年 顺至六年 1649年 在湘潭为清军所复杀 永利政权的抗清斗争之所以会与其履服 主要原因是朝廷腐败 内部矛盾重重 缺乏一个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坚强领导核心 永利君臣或是纵情声色 荒淫无度 或是分党分派 争权夺利 在广东李承栋反正之前 是大学士徐氏寺等人同广西南巡军阀 进国公陈邦复之间的矛盾 李承栋反正之后 起初是未曾将清的护从之臣 即所谓 西勋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 即所谓 东勋之间的矛盾 后来又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无除党争 除党的主要人物有都御史袁鹏年 副都御史刘湘克 即是中金宝及丁楚奎 蒙正发等 他们外联总督军务兵部上书 瞿世四 那是反正功臣李承栋 因为出头露面的丁蒙 原都是胡广吉 故被称为除党 所谓无党 是除党对反对自己独揽朝政者的无称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 无党主要人物有大学士朱天陵 王化成 户部尚书吴真玉等 他们外截都师大学士赌印西 庆国公臣邦复 内截掌锦衣卫士的左都部马吉祥即换官势力 两派为争夺朝廷的权力 展开激烈的斗争 后来又衍生出关于如何对待原来的农民军 问题的意见分歧 以河腾交为代表的部分南民官身 对执行联名抗清的原农民军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妄图依靠残名的文武官员来实现中兴 以朱天陵 王化成 读印西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 认为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 只有联合农民军余部 才有复兴的希望 由于永立朝廷的指挥无能 加上激烈的党争 南民军队在战场上不断遭受挫折 永立四年顺治七年 1650年 正月 清军攻占南雄 打开广东门户 永立地逃往吴州 到十一月 广东已基本落入清军之首 桂林也被攻占 徐十四被捕 与任十一月不屈就已 在清军的步步进逼之下 永立地屡屡后撤 从吴州京巡州 京广西桂平 逃至南宁 退入广西的中阵营处处受到排挤 李锦病死于南宁 高义公与李锦之杨子李来亨 最帅中真营主力北上 辗转返回奎州 与刘体纯 原宗帝等会合 继续进行抗清 永立五年二月 清兵由柳州南下 南宁岌岌可危 入聚云贵的大习君余部孙 渴望派人律禁旅 将永立君臣接到贵州 安隆迁户所 并将安隆改名为 安隆府 予以安置 大习君余部 是在张献中牺牲后 尤其四大将领尊 渴望等率领南撤云贵的 在南撤途中 他们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是停止滥杀无辜的残暴政策 二是改反名为庸明 联明以抗清 进入云南后 又采取一系列措施 对全殿进行治理和建设 使云南成为联明抗清的后方基地 打习君余部的四大将领中 尊渴望年岁稍大 又读书识字 地位和威信也较高 被推为盟主 主持军政重务 眼看全国的抗清形势不断恶化 孙渴望等人决定出颠抗清 出兵之前 孙渴望派华英殿学士杨卫之等人 于永历三年 1649年 二月赴广东赵庆 警求永历朝廷加封他为秦王 一些大臣坚持明朝没有异性封王的先例 假以拒绝 后在赌印西的奸行之下 在册封孙渴望为二字王平辽王 明治一字王为秦王 二字王为郡王 低秦王一等 但魏等杨卫之带回平辽王的赤书 孙渴望却早已得到秦王的赤书 原来 驻守寻舟的陈邦府 因担心驻扎在附近的中真营会对自己构成堆胁 想借助大习军余部来对抗中真营 便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斥 填上册封孙渴望为秦王的文字 派人送到云南 直到扬卫之返回云南 孙渴望才知道上当受骗 感到无比的愤怒 孙渴望尽管对永历朝廷十分不满 但仍决定出丁抗清 当时的云南与清朝占领区之间是南明军阀控制的川、贵等地 只有先控制这些地区 大习军才能抵达抗清前线 永历三年 1649年 八月和四年八月 孙渴望派白文玄两次进入贵阳 接着 李定国也来到贵阳 后来 孙渴望又亲统大军进入贵阳 从而控制贵州全境 并改编了 当地军阀的武装 永历五年 孙渴望再派刘文秀分兵两路入川 守边四川南部的军阀部队 并与以大慎军余部为主体的奎东抗清武装建立联系 而后 对前 川大力加以整顿 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 永历五年 1651年 二月 孙渴望派人将永历帝从南宁迎入贵州 三月 永历帝被迫承认 陈邦复缴召册封孙渴望为秦王的赤书 孙渴望是个政治野心家 他之所以赢家 是为了将永历帝控制在自己手中 写天子以令诸侯 由自己来接管永历朝廷的权力 充当抗清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派人赢家的同时 孙渴望正式自称国主在贵阳设立行营六波 迎来永历帝后便将他安置在偏僻的安隆府 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 尽管如此 但永历帝正式承认 策封孙渴望为秦王的赤书和驻碧贵州安隆府 毕竟使永历朝廷实现大换血 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 南明的抗清斗争 从此进任了一个新的阶段 顺治八年 永历五年 1651年 九月 清廷命吴三桂和顾山俄真理国汉统兵入川 第二年2月 又命孔友德率部从广西沙向贵州 孙渴望决定分兵两路展开反攻 一路由刘文秀率领 进攻四川 刘文秀率四五万人入川 攻克旭州和重庆 收复四川大部分地区 但由于轻敌麻痹 在宝宁 今四川浪中 被吴三桂打败 另一路由李定国率领 进攻相桂 连续收复武刚 靖州 今湖南靖县 宝靖 今湖南少阳 等地 并先后在广西泉州和桂林大败孔友德 孔友德畏罪自杀 清廷吉令锦亲王尼堪率十万大军来攻李定国 却为李定国社府击败于恒州 尼堪在恒州城下当场毕命 但是野心膨胀而又心胸狭窄的孙渴望 却害怕李定国功劳过大 会威胁到自己的国主地位 密令准备与李定国夹击 攻取恒州的冯霜李退师宝庆 李定国在击败尼堪后 只得收兵撤退 接着 孙渴望又密谋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 拘捕李定国 李定国得到密报 于永利七年二月率领布众退回广西 孙渴望 刘文秀李定国等在西南掀起抗清高潮之时 鲁坚国 郑成功也在东海沿海坚持抗清活动 鲁坚国在绍兴施县后 由不将张明镇护送渡海到达舟山群岛 后被永胜伯正采接到福建中佐所 今福建厦门 在此长远 又重振雄风 后返回浙江 入居舟山 驻兵舟山群岛与温州的三盘 并与宁波府的四名山寨一兵相联络 不仅对清廷在江浙的统治构成重大的威胁 而且牵制了清军的主力 从而为郑成功势力在东南沿海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但至鲁坚国六年 顺治八年 1651年 舟山城破 他只得在张明镇与监军张皇岩的护送下 再次逃往郑成功控制的中佐所 后一至金门 鲁坚国七年三月 他主动放弃鲁坚国明号 接受永利朝廷截制 与郑成功合作抗清 郑成功起兵后 最初活动于闽南沿海地区 并改奉永利为征术 永利四年1650年 7月 他登陆厦门 逐步统一郑之龙的九部 并继承和发挥正式家族的传统 大力发展海上贸易 以所得利润充作抗清的经费 随后 即以厦门 新门为基地 大力扩充军队 并发挥其长于海战 经于奔袭的特长 多次击败清军 清廷以郑之龙为筹码 多次招抚郑成功 郑成功遍界和弹之机派部将往福州 兴华 京福建 莆田 泉州 张州等地争良争想 将队伍扩充至十几万人 称为东南沿海罪 打的一支抗清武装 鉴于以往各支抗清队伍 各自为雄 一与北清军各个击破的弊端 南明势力秘密策划于永利八年 顺治十一年 一六五四年 发动两大战役 第一个战役是由李定国策划 经与郑成功联络之后定下的 计划由李定国与郑成功会师 收复广东 进而夺取敏 但这苏之地 第二个战役是由清朝侠区内 隐蔽的傅明分子钱千亿 前将后仍秘密从事反清傅明活动 姚志卓 朱全谷和王胜等人秘密策划 经东西联络后 有孙渴望决策形成的 计划由东南沿海的水师进入长江 刘文秀率西南明军主力东下 合计长江流域的清军 收复江南地区 但广东之意因正成 功令有自己的算盘 不肯真心是一同李定国会师 长江之意又因刘文秀 担心孙渴望发动宫廷政变 未能挥石人储 从而错失了良机 自此明清战局发生逆转 南明再无复兴之望 孙渴望的政治野心 随着元大习军 余不力量的发展而不断膨胀 秘密策划了一个逼迫 永利帝 善让 的阴谋 永利帝为了自身和朝廷的安全 急忙逆制李定国 前来安隆府就驾 孙渴望察觉后 下令逮捕永利帝身边的首府 吴真玉等十八人 或灵池 除斩 或勒令自杀 李定国自广东败回广西后 遂于永利九年 顺至十二年 一六五五年 将永利帝牵制昆明 并派人劝说孙渴望摒弃前嫌 共图复兴 但孙渴望毫无悔改之意 竟于永利十一年 邱亲率十四万大军 向云南发动进攻 兵败之后又逃回贵阳 且妻子至长沙 向红城仇投降 清廷因此禁知云贵内部的虚实 于四年春季分兵三路 从湖广 四川 广西向贵州发动进攻 南明军队顽强抵抗 但仍无法抵挡清军的攻势 主动撤出贵州 永利帝帅文武百官撤向滇西 后来在清兵的追击下 又逃入缅甸 永利十五年秋 吴三贵帅十万大军入缅 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利帝 押回云南 一年四月 将永利帝处死 南明最后一个朝廷至此灭亡 李定国文逊 大病不起 并是与云南警线 一代英豪忠于机智已末 原大习军与部的抗清斗争 至此结束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同时 也在东南沿海地区加紧对郑成功的争较 郑成功乃于永利十五年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二月 率师渡海东征 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作为抗清基地 以图再起 康系三年 1664年 清军攻破奉勇立为征朔的奎东抗清基地 延续二十年之久的南明抗清势力 因内部的重重矛盾 力量分散 勾心斗角 互相削弱 中被人数不多 而又彪悍的满洲贵族勾结汉族关身 地主各个击破 而告灭亡 作为大明王朝余脉的南明朝廷极其遗想 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